另外的话同学常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直接打开这个CSV档是乱码的状况 那有可能是你的Excel的版本比较旧 就是可能是现在可能是2019吧 如果你是2016以前的版本 那打开会乱码 那如果打开是乱码的话 请各位记得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开启CSV档 开启的方式我们之前是下载直接打开 那当然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是乱码的话 请你改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不要直接开启 那不要直接开怎么开 你先开Excel 所以第一步是先开Excel 第二步骤的话 请在Excel里面有一个叫资料的一个页面 这边有个功能叫从文字斜线CSV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改用这个功能 就可以解决你打开之后是乱码的问题 所以如果 常常有问到是乱码的问题 所以如果假设你开起来乱码 请你改成资料 从文字斜线CSV 它会跳出来说 请问一下你那个CSV档案在哪里 这个时候你就去找到下载的地方 因为刚刚我是把它下载 下载里面就会有一个 我刚刚下载台中市的住宅窃盗 然后把它汇入 汇入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会去检查说 你这个档案的编码方式 那理论上如果你是比较旧的Excel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去侦测到正确的 如果你直接打开 可是如果你用这个资料 从文字CSV的话 它会去检查到正确的 有没有 它这个时候检查 你的编码是UTF8 有没有 OK 前面是Unicode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只要按汇入就完成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 你选错误的 比如说你选到其他的编码 像我不要选错 选那个简体好了 简体也可 如果选这个 或者选错了 那这个底下怎么都还可以让它正确 那我们就直接选择正确的编码 然后就把它直接汇入 UTF8 直接汇入就好了 那这个它好像都没办法显示 乱码的状态 OK 按汇入 那接下来的话 它就可以帮你把资料 给汇入到Excel 不过跟我们原来的状况 好像不太一样 你说老师那为什么它看起来比较漂亮 有没有 看起来好像 那我跟各位讲 因为它汇入之后 直接把它变成一个资料表 OK 可是跟各位讲 如果是资料表 将来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在下公式的时候 它的公式会不太一样 这怎么说 比如说你要取哪一区 这个哪一区 它区 台中好像有三个字的 好像是不是有两个字的 中区 中区就两个字而已 好了 那我们假设 我们先不要 那你们可以想 假设是区好了 比如说区 如果你要抓这个区 有没有发现 你只要输入个区 下面都自动产生 如果假设你要抓区 这个字要怎么知道 它是几个字 它有的是 两个字 封原区 可是底下好像有什么南区 还有什么西区 北区 那就两个字 哇麻烦了 之前我们是直接用MID 对齁 你说老师那我用MID看看好了 MID 文字类里面的MID 但我应该会失败 因为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 那你会把这个资料给他 那你会发现喔 那你会发现喔 有没有看到 之前我们选的他这个 储存隔 过来之后 这边应该会看到 应该是第二储存隔 可是你说老师 怎么会这边中瓜糊 然后里面有个小老鼠 小老鼠叫X X就是在哪里的意思 在发生日期 它其实意思是说 在这个南区的意思 可是你说老师 这个好像怪怪的耶 这个我不太喜欢耶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表格的关系 因为你费录的时候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这个表格很漂亮 它变成表格的话 以后你的位置 就会用这种叙述方法 那你说老师这个不OK耶 我这样不习惯 那怎么办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们刚刚用那个 资料有没有 这个从文字CSV费录的话 就会遇到刚刚的问题 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 把表格取消掉 取消的方法很简单 第一个 先把它的表格设计 里面的这个 这个格式清除掉 第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 把这边清除一下 好 它就恢复了 二的话 请你找到有一个功能 在左边 这边有一个叫 转换为范围 有没有 特别注意 它现在是表格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 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就叫做范围 那很简单 你就按一下 转换为范围 关键就是这个 转换为范围 按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上方的表格的设计就不见了 那意思就是说 它就不会是表格 所以不会是表格的话 那如果假设 我要知道哪一区的话 那刚刚不是用MID MID 那一样 这个点它 欸 有没有发现 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了 OK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假设你 直接打开是乱码 那你不需要它是乱码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你就要用资料的贿赂 但是它会是表格 所以你记得哦 把它的什么 把它转换成范围 OK 它就不会是错误了 但是这一道题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台中的住宅切道 它的区有没有 它的发生时间其实也可以 前几个 但是这样应该 没有像台北那么完整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你会想说star number star number 是哪个字开始 应该是第四个字一样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 number charge number charge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如果是两个字的话就封圆 应该是三个字吧 可是三个字我看 三个按确定 向下填满 那如果是三个字应该都对 可是如果是南区的话 那就不对了 像中 底下应该有什么 这边有北区的也不对 所以哦 这个地方哦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假设说 像台中的区 它的位置不像台北 都是三个字 有的是两个字 有的是三个字的话 那这怎么解 所以关键在哪里 关键出在这个地方 可能是三也可能是二 两个 所以哦 这边其实你可以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就是判断说 它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利用 我是觉得最简单应该 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 我想到的 我们可以用phi函数 phi 区这个字哦 如果区这个字哦 假如得到的位置是六的话 那就给三 假设它得到的是五的话 因为像什么 南区它应该是第五 就是两个字的 它应该是五 所以用phi函数去找区这个字 会得到两种可能 一个是六 一个是五 应该没有其他的啦 所以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这边假如用phi得到的结果 是六的话 那我这边给三 反之我这边给二 诶 那怎么做 我想这留给各位去练习好了 这应该也不难 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啦 或者是说啦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 这个公式如何写 那不如你就 给那个谁 给那个 恰意义帮忙也可以啦 OK 这个我想请各位 试试看 这个地方的练习重点啊 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乱码的话 那特别注意啊 请你先开Excel 再到资料里面 从文字CSV OK 试试看好了 如果有同学遇到乱码 那就用这个方法 试着把它 把它 用试试看 就比较不会乱码的问题